最近我比较郁闷 就在昨天消失一夜之久的台湾 影星李立群罕见现身某短视频平台 将自己最近一段时间在台湾 生活的近况告诉广大网友 他表示时隔一个冬夜再发视频 简单的讲有些郁闷 尤其是被外界各种分野的言论感到很不平 他直言在内地工作了二十多年 我亲自见证到了祖国的法人富强 神明的安居乐业 尤其是今年初他在上海居家生活 通过短视频的方式 与祖国人们一起路过最艰难的难关 这种经历和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但是他回到台湾后 接受了一个当地媒体的采访 这个媒体竟把文章写成了他的意思 曲解了我的意思 接下来就有好多人对他的采访断章情义 狂狂地被人带劫 在说完上句话后 你力竟然是浅得很难受 也很愤怒 今天我在这里言对声明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两个家庭 台湾是我出生的地方 是我的故乡 是祖国的一部分 没有人不喜欢自己的家乡 无人进一个祖国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这不容置于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在没有报道出品里 请在台湾接受采访的视频前 老爷子不管是在上海生活 还是回到台湾乡下 都十分的适合拍摄视频 虽然是流水症的 不加声势 想哪说哪 但他的播放量 会非常高 随手离开播放量 准备达到几百圈海王有两样 正好本身量 在台湾接受采访的 最新本940万之歌 当这份二网放过出 他在台湾接受采访的一些 表演后 引发娱乐中意 应该人体调 踩取参与人 养灵害 正经发明前后 一口到台湾会上 注意身份 又在不远导致影众 失心难言天本人 世界一段发展后 第一集 从上个月时间到开始 断根社交帐号视频 虽然他在社交平台 发表了2万一家金 期待你 当网友们更多的做法 挺实际至于更迷的 失贵的钱 与火车道 在短片中 两个关键 受到大众能力 非常高的关注度 更少艺人通过社交平台 转发大部分世界上 只有一个中国的动态 当少艺人员 活动一针 算铁一针 贴压人 以及靠音乐 也有激动 关键时刻 没有关注呢 这让我们够得更加好 与正心的内心真实的态度 就在理计前范围时间 最长的环组台上楼 更换经过范围以后 比理计前范围 注意到8月9日 在社交平台上 转发了31张肥料 积极动力 转动转弹 回复理计前范围 比疫情在视频里 表现很泛然 没有对一个打招 能源的热情效应 为之后帮货 打开机制 开收发视频 就是为了 各粉丝搭建一个交流平台 没有商业化 硬做想法 这期视频中 他还说 等着疫情过去 不管如何 都会回到河南老家 给父亲上坟 给奶奶上坟 这次回台湾之前 因为疫情原因 没有回到河南老家 去给父亲 尚本心里 一直觉得很疲憾 相比上海鸡家生活 回到台湾内心的领域 前面显得开心了很多 一季季的小鸡游三月份 他在南海上 之后那季 抽烟小学会健康 试卡上过 这季广播经济的 都此缺少讨论 试卡前范围 试卡前范围电动 是通过的 试卡过程 通过这期视频 体力情感是自己的可观 最终没有太多演艺帅 以后大部分时间 却给自己的社会 再去提醒你所思 广泛在这种游戏 试试自己的精神生活 他那季广播剧 发现 提供乐剧 游戏 自己得到很多网友游户 当年有一些网友说 爱那女说 男人这种游戏 有多不同游戏 你说什么 他都会试试主义 他那季广播剧 准处准处 他以为生命 希望男人这种游戏 有多不同游戏 游戏 游戏